相信大家对于岳云鹏的妻子郑敏并不陌生 郑敏也是德云社嫂子中最受大家关注的 毕竟岳云鹏是如今当之无愧的德云一哥 而且他的两个徒弟如今也成为了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岳云鹏能有如今的成就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 郭德纲就曾在采访时说过 岳云鹏曾经膨胀的时候就被岳嫂一巴掌给删了回来 岳云鹏如今的造化有一半都是在他媳妇身上 岳云鹏在外边忙事业 家中的事一点也没有让岳云鹏操心 3月8日岳嫂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照片引发网友的热议 照片的内容是郭老师在后台卸妆的照片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羡慕 表示这是独属德云社家属的福利 同时也表示岳嫂真是嫌妻良母 岳云鹏在网忙工作 岳嫂则替岳云鹏看望师傅 看到师傅头上的印记岳嫂也是非常的心疼师傅 并配文这是三个小时的印记 当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在天津德云社开业的时候 郑敏就曾带着刘晓婷 带着礼物看望师傅郭德纲 每到逢年过节都会到师傅家去看望 就连师娘王慧都说 岳云鹏带的礼物是最多的 月嫂可以说将尊师重道体现的淋漓尽致 还经常地提醒岳云鹏经常去师傅家中看看 要说我觉得最可信的啊 就是岳云鹏这媳妇 这孩子懂事 岳云鹏你早回家啊 你是不是上师傅那儿看看去 我的家里有活了 如何如何 他老是过日子这套非常好 除此之外 郑敏对徒弟们也是非常的好 在家中月嫂掌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 岳云鹏的收入都在月嫂的腰包里 岳云鹏想有自己的小金库都不可能 但对于徒弟月嫂却是非常的大方 有一次岳云鹏不想让自己的钱包缩水 就让尚小菊朝他的师娘要零花钱 尚小菊没有想到师娘比师傅还大方 让他自己随便拿 我师傅说你不要老跟我要钱了 问你师娘要 你没想到我师娘更大方 我师娘随便拿 随便拿 而在刘晓婷眼里 师娘也是最好的师娘 每一次到家中吃饭 都会询问两个徒弟想要吃什么 特别是刘晓婷在直播时唱粤语歌 因为怕刘晓婷失去粉丝 特意跟刘晓婷互动 直言给他刷礼物 让他以后别唱了 那个我跟你刷个家年话 你别唱粤语行不行 以后再也不要唱粤语歌 也不要唱你男语歌 好不好 如果真是嫌弃 徒弟他大可以不听 因为怕刘晓婷 因为唱粤语歌遭到网报 所以特意给刘晓婷撑场子 月嫂可以说 拿徒弟们真是当亲儿子对待 事无巨细的都想着徒弟 在做大褂时 因为料子不够 给月云鹏做的了 所以就用他亲自挑选的料子 给徒弟做了一身 二哥有一身大褂也挺好看的 之前我买的那个大褂那个布料 就是不够他俩做一身的 但是给二哥跟那个 张欣子个儿高 也是刚好够凑凑一身 咖啡色的 然后带一点很细 很小的那个千条格 千条格那个花纹 特别好看 刘晓婷也非常的珍惜这件大褂 除非有重要场合 要不然都不会穿这身大褂 月嫂可以说是贤妻良母的典范 在月云鹏还没有成名时 月云鹏都靠着郑敏的工资 才能坚持下去 结婚时更是没房没车 即便如此 郑敏也没有嫌弃月云鹏 月云鹏也深知这份感情的重量 成名之后 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在媳妇的名下 月云鹏 他也是基本上 家里边的房产第一页 都在扫的名下 挣的钱我不能拿 我不能摸 都知道月云鹏是个大孝子 不仅出钱奉养母亲 还出钱帮助五个姐姐 为五个姐姐买车买房 如果这一切 没有郑敏的支持 都是没办法实现的 可见郭老师 对于郑敏的评价并没有错 月云鹏能有如今的成就月嫂占了一半 在月云鹏的口中 月嫂可能是非常的豪迈 毕竟要在结婚典礼上 播放这一拜的新娘 还有就是 在节目中跟月云鹏的互动 要月云鹏不要蹭月嫂的流量 不准说我了啊 不准说我了 您喂 我说你怎么了 我媳妇是一个护士 她是有那种比较强势的 我媳妇就是收拾家务的时候 没有我心 我媳妇就说 想过就过 不准给我拉倒 你吸毒售我 不准凑我的热度了 我告诉你 我媳妇不让我蹭她的热度 好的好的好的 也许就是这些互动 让大家感觉 养人非常的真实 互动也非常的有爱 正是有了正敏 打理好家中的一切 让月云鹏 可以心无旁骛地外出闯荡 创作相声 月云鹏才能有如今的成就 家有贤妻 丈夫不做横事 有月嫂看着 管着 盯着 相信月云鹏的未来 会有更大的成就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抽屏辑鹏